石油输出国组织和11个非成员国达成历史性减产协议 双方15年来首次同意联合减产 舒缓全球原油产量过剩 逆转各国营收锐减的问题 11个非油盟产油国同意自明年起 每天减产原油近56万桶为期半年 不过这低于原定的60万桶目标 石油输出国组织同以俄罗斯为首的11个非油盟产油国代表 在奥地利维也纳达成突破性减产协议 这是自2001年来 双方破天荒为了缓解全球原油过剩而同意减产 会后油盟秘书长显得异常兴奋 油盟轮值主席国卡塔尔能源部长表示 新协定建立在平衡市场的责任基础上 俄罗斯表示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封闭式的协定 希望能吸引更多非成员国加入以稳定市场 让产油国和消费者都受益 油盟上个月底已经同意 明年起每天削减120万桶原油产量 我们下期待会计算成功为了 我们下期待会计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